正常换给花换土的时候 咱们这一下子 你咱不会 你就紧张啥 没事没事 好好 你正好直播吧 和那个录视频 来 换一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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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现在那个 正常这个花 拽下来之后 把这个根系吧 土全部都脱掉以后 把里边的那个干瓶根 全部给它揪掉之后 然后正常 咱选择一个花盆 你这个花的话 落进去 轻轻松松落进去 两边看见没有 不是太挤 很松滑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首先咱这个花盆 放底土 底土大概放这么厚就行 底土大概放这么厚就行 然后给这个花 装护心土 这个护心土一定要多塞 这个护心土一定要多塞 来 把这个护心土塞得越满 你这个花摘得越稳 看见没有 然后两手捧着 这个所有的花根子 这么 捣着放到这个花 盆里 这么倒地放过来之后 然后这边那个手 碰这个根子 不会把根子几十个 这么轻轻松松的 就这么放过来 这就是真正好好 这颗花是在 这个花盆的正中间 我看到没有 正正好好正中间 然后你的两手 两手捏住 你这甲林镜的位置 这三指 碰到花盆的边缘 那么你这个花 就很容易就在正中心 因为这个距离 你是掌握好的 然后把这个花土填得 跟这个花盆一边平就行 来 换一下手 换一下手 填的一边平 是不是 然后这种情况之后 用你的四指并笼 沿着你的盆边缘 使劲往下挤 就沿着盆边缘 手一定要贴着盆 贴着盆 往下挤 往下挤 这样是的话 你的花会摘得很磁式 也会透水透气 这花土好透 这样摘完之后 你这花这只摘了一半 什么肥都没上呢 看见没有 不带会晃 不带会冻的啊 那么摘完一半之后 咱应该上什么呢 上这个 矿物质肥啊 上这个矿物质肥啊 就是这个矿物质肥 大概啊 这个是170的花盆 大概这一小盆就行 然后哎 这么撒在花土上面就可以了 撒一圈就可以了啊 看见没有 然后继续再花啊 继续再花 花土啊 花土 怎么说呢 跟这个花坡一平就行啊 跟这个花坡一平就行 然后这个时候 它已经很稳当了 俩手这么使劲往里面 这么沿着 也是沿着盆边缘 手贴着盆啊 一压啊 就行了 又出现一条沟壳 看到没有啊 大概这个沟壳在这个位置了啊 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咱现在上什么肥呢 固体肥啊 固体肥 固体肥就是一定要沿着盆的边缘 啊 撒一圈 多了就给它放回去啊 你看这个 刚刚好啊 刚刚好 剩这几粒就无所谓了 剩这三粒两粒啊 上完之后 最后一层啊 最后一层土 公平再一压紧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一颗花 就完美的摘完了啊 然后最后一吨的 哎 看到没有 很完美的一颗花啊 OK